受對灣區多場山火的影響 新藍市今天亦被煙霧籠罩住 市府表示已有一系列措施 去保護市民並且鼓勵民眾 如非必要就不要外出 陳家綺報導 根據政府的數據顯示 新藍市今日下午的空氣污染指數 維持在橙色的水平 即是對於高危一族來說屬於不健康 衛生局局長Grant Koufax表示 高危一族包括有肺病 敲喘患者、長者和兒童等 吸入這些空氣 這些人可能會有嚴重的反應 根據AIRNOW政府網站的空氣污染指數預測 三藩市明天的水平將會超過150 是屬於紅色 對任何人來說都是不健康的水平 應急管理局表示 已經制定了一套措施 去協助弱勢社群 避免吸入過量不健康的空氣 包括向無家可歸者和外出工作的市府人員 派發N95口罩 局方指如果空氣污染指數超過200達到紫色 非常不健康的水平 局方會在各區開放中心 讓市民可以呼吸乾淨和新鮮的空氣 市長布里德表示 疫情高溫加上山火 灣區正面對各種難關 因此希望民眾 如非必要 不要外出 亦都要做足防疫措施 在疫情方面 三藩市今天新增101宗確診 累計8,528宗 死亡人數多兩個人去到72人 灣區的確診人數超過75,000人 死亡人數突破1,000人 北灣Sonoma縣一日之間多了8人死亡 東灣Alameda縣也多了4人死亡 26台記者陳家琪報導 現在在美加各地 都是收看三藩市灣區 KTSF26台的精彩節目 三藩市灣區的觀眾 可以透過KTSF App或電視收看 其他地方的觀眾 可以透過SBTV App或上網 sbtv.ktsf.com收睇